2012年 刘雨昕参加了湖南卫视值班的一档综艺节目 《向上的少年》 并最重取得了第一 我们至今仍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 支撑着一个14岁的女孩 在跨越大半个中国离家求学之后 再一次只身一人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参加一个自己从未接触过的真人秀节目 但其中一定有一个原因 对舞台的热爱 初次接触到大型的电视节目 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可以说是进军娱乐圈的一个不错的起点 待一切结束之后 她只是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似乎这个节目只是一个新地图的入口 她通关了一个副本 就回到了属于她的主地图 而很快的 她就迎来了一个新的 级别更高的副本 2013年 一档源自美国已经火爆多年的舞蹈真人秀节目 《舞魅天下》 要制作中文版本 名为《武林争霸》 吸引了全国范围内1200名优秀舞者前来参赛 年仅15岁的刘雨昕也是其中之一的 当时她专精 而是一段搭配了男舞伴的双人国标舞 她需要克服的不仅是发力方式和肢体表达方式的转变 还要学会与舞伴的密切配合 这些都是她平常在街舞练习中不会碰到的状况 她需要时间去熟悉和适应 而这个双人舞台如果遭遇失败 很可能导致搭档的两人直接淘汰 为了不影响彼此的进度 他们选择先向节目组的老师学习 但最终她没能经过考验 这个时候的刘雨昕已经清晰地触摸到了舒适区的边界 她意识到她想要迈出去 就必须主动地去接触那些她不熟悉甚至不喜欢的舞种 也许这次参加舞林争霸的经历 就成了推了她一把的那只手 在枯燥的舞房练舞时光里 刘雨昕爱上了音乐 和唱歌 她很早就通过了钢琴八级的考试 也开始尝试独立创作 并在17岁那年写出了她的第一首原创歌曲 《从步》 也许正是以此为契机 她发现除了纯舞蹈之外 自己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 2016年她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当时浙江卫视制作了一档女团养成真人秀节目 蜜蜂少女队 她以风潮训练生的身份 经历了为期三个月的基础培训 并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 成为蜜蜂少女队最终出道组的成员之一 在这档节目中 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准备了许多 她平常很少尝试的表演风格 如肚皮舞 阿卡贝拉人声合唱 甚至还有平衡车跳舞 这种堪称舞台特技的表演 虽然这个团后来的发展并不如意 但这段节目的经历 却是她走出自己舒适区 去追寻真正目标的重要一步 我当时能想通那是我必经的路 因为在这一行我知道 必须要先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才可以做到有一点做自己喜欢的 2015年 刘雨昕进入大学的录音专业 开始系统的学习音乐制作 她成团之后的时光 就是在训练 学习和感通告之中 忙碌而充实地度过 在这段时间里 她得以深入到娱乐产品背后的制作过程之中 参与团队专辑和个人EP的选取与制作 正好可以实践她所学的专业 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充实繁忙的学业和工作之余 她依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没有忘记对街舞的热爱 时常抽时间练舞 除了popping之外 还会参加舞蹈工作室的课程 精进其他的舞种 比如hip hop 在这期间 我们也能明显看到 她的舞蹈风格有了显著的变化 比起从前地下battle赛场上的一往无前 她这时候的舞蹈里 多了许多的思考 对音乐的拆分更加的细腻 更注重细节和情绪上的表达 她对舞蹈的执着 也得到了前辈们的肯定 2018年 舞者杨文浩在北京举行 自己个人的舞蹈专场 刘雨昕受邀成为表演嘉宾之一 与前辈们一起贡献了一场 非常精彩的popping表演 现在又回到这个圈子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而且又是跟我在我跳街舞时候的 一些前辈同台演出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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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棒 她不只是我们的偶像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舞蹈 真的特别棒 谢谢她 谢谢她 但到了她的视野上 我感觉中的出道的女团 真的是差距非常大 我们其实出道以后 走的是日系风 走的是剧场公演 然后握手会 机场会 也做了很多尝试 不管是跳芭蕾舞啊 肚皮舞啊 扮猫咪啊 什么扮蜜蜂啊 对 就什么都干过 然后 哎呀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有点找不到自己了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 其实 刘雨昕和团队成员们的付出和努力 并没有得到期望的回报 团队精心制作的专辑 并没有在低迷的音乐市场中 激起水花 在组合最初的热度退去之后 蜜蜂少女队人气归于沉寂 成员们尽力通过各种方式挽救 比如发单曲 敢通告打歌 参加一些热门的综艺等等 却似乎总力抓住机会 差那么一步 2018年 蜜蜂少女队参加热血街舞团 杀雨而归 在这个节目中 她们甚至没有得到一个正式表演的机会 在海选最后的几分钟里 所有还未表演的舞者 跳进场中 跟着音乐自由发挥 那是她们最后的机会 我们不难发现 人群之中 也有她奋力舞动的身影 落显之后 她的表情意外地平静 或许对她来说 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 尽最大的努力 也就不留遗憾了 2019年 蜜蜂少女队 还是如同大多数偶像团体一样 走到了解散的结局 此时的刘雨昕 刘雨昕陷入了一种迷茫的状态 作为偶像 她并没有很拿得出手的成绩 而离开街舞圈子已经几年 她也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是一个舞者 但她并没有迷茫多久 她知道 自己仍然保有对街舞的热爱 于是 她参加的这就是街舞第二季 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氛围 把她曾经的拼劲都带了回来 过了一百 进四十九强之后 她在分组赛中 失利待定 就在抢七大战中遇到了叶音 阿牙 小海 于夜灵等高手 进入抢四大战 最后不提 但虽败犹容 还未经历正式赛段 就被淘汰的她 似乎什么都没有得到 但又好像满载而归 离开舞台前 她再一次说出了对她而言 非常重要的两个字 初心 我就是找回我最初的状态 就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不管我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我都一定要不忘初心 所以我会继续用心做自己的 我是刘雨昕 记住她的人 除了喜欢她的观众之外 还有媒体 比赛结束之后 《中国青年报》联系了她 邀她作为青年舞者代表 参与拍摄纪录片《我的街舞时代》 片中 她微微讲述着自己一路的经历和成长 回顾过去 展望将来 不变的是她脸上甜淡的表情 和讲述到舞蹈和音乐时 眼里的光 歌曲 还是演唱 还是舞蹈的部分 都能看到一个 更好的刘雨昕吧 感谢观看